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俗称的小过年 不过上周六在淡水老街的广场上就已经是很热闹 由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举办的千人提灯游街 慶元宵的活动现场是发放了三千个元宵提灯 一块去看看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号元宵节也是俗称小过年 不少人都会吃元宵提灯笼应景 不过在上周六与淡水老街广场可是相当热闹 由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举办的千人提灯笼游街庆元宵活动 主办单位在火车头旁边 由精彩的文养武师团精彩开场 现场发放上千个元宵提灯 许多贵宾以及市议员都出席 发灯笼给民众一同共襄盛举 非常的应景 大家大人小孩都非常开心的来参与 我想这是元宵节我们的乡土文化 那我们地方上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非常多非常多的好朋友 都来参与共襄盛举 让我们元宵节的前夕 更增添我们元宵节的气氛 我想元宵节呢就是春节要来的这个前兆 就是春天要来了 我们也希望说每个人可以拿个灯笼 家里都可以天丁生男孩 那这一次呢就是过完春节以后呢 再一次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 在现场准备了三千个提灯 而这些提灯可是用传统的灯笼外形 搭配上十二生肖的图案 相当的可爱 更吸引现场上千人的参与 此外主办单位 还有举办猜得米活动 只要拿着提灯沿着老街踩街一圈 挤满三个关卡的几点章 就可以参与奖品相当丰富 我们今年在灯笼的部分 我们比较要用心 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立体灯笼 所以让跟其他的这个发灯笼的地方 都完全不一样 让大家能够有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体验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关怀协会 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所举办的 也就是因为说 有一群我们比较没有在照顾到的朋友呢 也希望他能够走出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 共度这个元宵节 我们公司也有这次也配合 只要说今天你带发票 两张发票或者是我们有线电视的收视 收据或上网的收据 现场来对话我们的福气 小猴的提灯 此外在提灯采接的活动中 红树林有线电视也一起共襄盛举 担任第二道关卡 并且也与华山基金会合作 民众只要捐两张发票 就可以拿到美猴王的小提灯 活动内容相当丰富 也让老街上充满了元宵节的年纪的气氛 记者是段义 淡水采访报道